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宜兰三宝之一 那个冷静平凡的外表 一口咬下 烫口喉嫩的滋味 就如同宜兰人 外冷内热的性情 让人是印象深刻 林爱雪改用玉米浆等食材 让高杂 转以素食的风味呈现 那我们现在就跟她 一起来做做看吧 现在新式派 今天对大家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 有一双灵巧双手的林爱雪丝姐 林爱雪丝姐好 全球大爱台的观众大家好 你的双手很灵巧 以前听说你会做什么 拼布编织 拼布我有带来 也带来 还有编织 我喜欢做手工 对 人家比较不常做的东西 对 这就是重点了 她连做料理 都喜欢做别人不常做的东西 对 对 所以今天请注意看 一定要仔细学 请问你现在要做的 这道料理是什么 素古早 玉米 其实我会学这道菜 是因为我 大概20年前出去吃 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吃了以后觉得很好吃 可是我不会讲那是什么 就有机缘再去吃一吃的 我舍不得吃 包回来 给我舅舅看 因为我舅舅是厨师 他在问他说这个是什么 他就说这个是宜蘭古早 古早 对 我再跟他说 为什么我只吃两次而已 其实好像都吃不到 饭豆都吃不到 不是这么煮片 他说这个古早 在20年前 他就说 这大概要一桌五、六、七、九 出这道柚菜 所以说我们今天 一定要好好地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狗渣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跟调味料好吗 素高渣 材料有玉米酱三碗 玉米粒半罐 太白粉适量 割进面粉一碗 盐 那么你选的是玉米 玉米酱 好 玉米酱 因为怕他的酱 人家吃的材料不够 不扎实 是 所以我特别用半瓶的玉米粒 好 稍微打成 人家能吃到你的食材 哦 如果我们买现成玉米酱 是吃不到玉米粒的感觉 对 所以你用玉米粒 参在里面来打 是不是 哦 好 这样子是可以 可以有吃到玉米的口感 好 不够吗 可以 可以 来 不要被打水 好 就这样加进去 嗯 好 这次我们就加 面粉跟太白粉 好像要凉碗水 凉碗水 来给你 可能要三碗 好 就是要吃饭的碗 对 吃饭的碗 好 哦 要稀稀的哦 好 好 我们先把这些搅和 搅和一搅 对 还有在这个地方 你都要加这两种粉 你这两种粉 就是高筋面粉跟太白粉 高筋 一定要高筋 对 如果你这样加下去的话 它很难搅拌 对 它就要一个小的碗 对 来 好 我们也是从这里把它倒一点水出来 这些 它不准跟它 你很难去抓到够平均 哦 所以其实这样搅的话 用叉子啊 或打蛋器啊 什么 因为它会有比较好 好 这样要搅拌到这样 好像 啊 好像泡那个什么 奶粉啊 或者是无辜粉那种方式 先把它 把它一定要充分的搅匀 对 它就倒进去的时候 你就省得在那里 这里抓那里抓 因为它 你很厉害 你只是二十年前吃了一次这个叫做古渣之后 然后你就开始有兴趣的去制作 后来还甚至于你做了去卖给餐厅 都还要一家一家让他们试吃 哦 你是怎么样一家一家让他们试吃 就是因为我舅舅说这个很难啦 你做不成 啊我这个人就是像我跟我儿子说的 儿女说的他们说 我都教他们说 没有什么做不成 只是你要不要做 肯不肯学肯不肯做 哦 你的个性就是这样 因为我舅舅是厨师 可是他做的 跟我自己研究出来的 不然不一样 我跟他学 可是他的味道我不喜欢 嗯 啊所以我就一直改 在家里一直做 像古早本来是做 粗的对吧 对 啊我就像他们用的是什么 使用什么 他们的薏米粉什么 啊可是我就是 面粉跟太白粉 啊但是我做出来的时候 我有拿去给我舅舅吃 他就说 嗯 这已经超越我了啦 你不用照我的方式去做 哎呦 哎呦 那阿姨说这个有的你是不是 对我就更加有信心了 啊所以我就 本来是做没有去卖啦 每个朋友都每到过年啦 哦你是说 就像人家做菜头粿同样 对对对 因为过年才做给大家分享 是当做礼物送给亲戚朋友 对对对 而且久了以后他们会来跟我讨 一讨就10盒20盒 蛤 对啊 啊我又不敢跟他们收钱 就是你们家亲戚朋友 太累了啊 啊就是爱学 你很好吃你是不是 对啊他们后来就提议我说 要不然你就去餐厅试试看嘛 叫你去餐厅 诶就是说当做真的是你的事业 你来试试看的时候 那个又不一样哦 因为他们常常拿啊 所以他们拿到他的牌子 说爱学我看你这个 我们这么多人都肯定 你是不是可以坐去餐厅 好吗 诶这个不一样 他说你敢不敢 我说那个要拿去 要给人家试吃 还要等人家回消息 这样很麻烦 他就说没关系啦 你不是专门在突破的 突破做不到的事情 嗯 我就说我去点你们用看看 我都送两盒 更大的餐厅 送两盒过去 结果大概五天 他们都打电话来 先要十盒 再回去试试看 所以我就一直 一直坐下去 做到 可是这个做久就是这样 要一直拉 手 有 太细了 这个过程 我可能要跟大家解释 困难就是在这里 对 他这些是甜的 所以真的会炒会搭 烧焦 只要拉一个好吗 就是 你拉一定要沉底都拉 哦 沉底 这样 拉到底 全部一定要 哦 不能够让他只有拉 那个上面 拉上面 它底就会炒会搭 哦 哦 那我来 哦 好 因为我的手 你有没有烧焦过 有啊 刚开始的时候 都会啊 哦 你看 很快 没有啊 50盒起跳 这手 真是没办 这一定要用手工 没办法用机器 对不对 我还没研究到机器 好 所以后来餐厅觉得说 真的是很好 一定都是 50盒50盒这样 甚至我也到罗峰去啊 哦 啊 他们要 可是他们说叫我送 不行 因为我还在开那个活炬店 哦 那有时间 我老公是做庙仪彩绘 哦 我在做 那个 我在开活炬店 这只是好玩的 这个只是有兴趣 对对对 可是没想到做到这样子 口碑这么好 对对啊 那后来就干脆说 算了不错了 不是 因为他们的吸球量太多 我手 做到太酸了 变成职业病了 嗯 它里面也在蓬 这样有 全部收水 现在这样都还没 还没哦 对 已经那么黏了 都还没哦 还 噢 噢起来 噢起来啊 对对 噢起来啊 这样子是说都已经收 这就还OK哦 收水了 对 噢 诶 我们吃起来很痛快 原来这个过程是这么多累 诶真的这样子 真的 偶尔做做可以啦 嗯 其实你过年 像我们过年 一天一百合 那晚上就一直做一直做 一天一百合 我的妈呀 这是怎么做的 做到我自己在卖 那个餐 那个市场啊 是 认识的也说 啊你一天分我卖 我说 我手在回家了 对 真的是手 他说 不然你不要买 你不要买 你做帅我买 我说 也好啊 有钱大家赚嘛 是 我也做 可是 他们一座 像他说 很奇怪 他们做 生理没我 蛤 因为我是现做 有地方 全部都吃 嗯 吃了以后 你喜欢 你再买 嗯 啊市场是 一盒一盒多多 你买回去 嗯 这样已经熟了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这个已经熟了 我想要 只吃一口 哦 好营养 嗯 好香甜哦 你还要把它捧起来 外酥类内卵 嗯 还没有好 对 就这样可以吃 那真正完成的成品 是这样还要怎样 这一块要放凉了 哦 你说这块 哦 这个是放凉 哦 来 让大家看 好 你是说 这个放凉 之后就变成这样 这样我们可以出来 炸 对 好我们就做用太白粉垫底 这是用太白粉垫底 对 太白粉垫底 哦 有没有包子小包 好 有 来 就要来 来 要粘裹它的 哦 哦 因为我做的 像你们这样打起来 没有 不会去捧到鱼肉 而且我做的这个 蛤 没去去 捧到鱼肉 就是太软 而且我做的这个 你已经像我们刚才吃 如果吃 你今天 一档吃不完 有的是 改天 要一档已经咬咬 我们沿着火了 我的不会 是 没在哪里 可能下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吧 材料 对啊 哦 因为每个人其实 很多人会做 可是问起来 好像每个人的材料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 那不一定都是用玉米吗 对 有些素的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 我们在传统里面 就没有素的这个鱼肉 对啊 是我自己想到 哎 嘿 你就想到说把它研发做素 它们 它们那个 昏的是 里面是烤什么的啊 它是烤 你一定要烤那个高汤 就是 鱼的脖子 里面 这些 拿去 拿去 那咯 哦 做高汤 对 它烤差不多几点钟 嗯 要炸一下 再烤它三四个小时 等它 鱼的 鱼的三个都融化 对 融化以后 融化以后了 你再用那个鱼做高汤 还要有虾子 哦 所以它里面是有包东西 不是 虾子也是剁成泥 所以我了解了 因为那个东西它本身 它都会有黏性 对 对不对 就剁成泥 那结果是用素的的话呢 那素的的话 放玉米 是你选择用玉米来代替 我选择很多样是 厨师他们帮我决定说 这个口味好 你让他们试吃 对 你除了用玉米还做过什么的 什么口味 我有做过那个 我自己种的那个 那个 若绳 蛤 若绳汁 我做昏昏阿姨 嘿 你 就是说你试过很多种类 对对对对 可是他们说这个吃起来比较像 哦 好 我们现在就先来 好 好 来 原来就是说也真的是 试过了很多种的口味 然后由餐厅的大厨来票选 最后票选结果 我们这个有到高温 高温哦 这样下去它的 它都会泡泡泡啊 这样温度才够 其实真的很费功耶 没办法啊 好吃啊 为了好吃啊 所以说我们自己那个 坐在海外的朋友 不要说住海外 就是住宜兰当地的人 也不见得都可以常常吃得到 所以我们学着自己做 尤其更是海外的人 你可以感觉上有一些 不同的台湾小吃 尤其是在台湾就像宜兰 所以这个一定要用高温油炸 对 这个真的是好吃 是甜的比较坏 这个真的是 他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好像 这个是叫做外烫内冷的 对对对 外酥内冷 外表看起来比较硬 但是内在是软软的 外面外面就好像比较酥脆嘛 它一咬下去 可是这很多人 吃这个的第一次 很多人都会烫到 因为我们走起来 你在那里看无缘啊 你就会觉得说 它应该冷了吧 哎 结果你一咬下去里面 烫的 对 所以其实它要必须要放一下 在你才能吃 对对对 它这个外表就算是凉了 它里面还是很烫的 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东西 所以现在你没办法再做给餐厅 也没办法 也没时间啦 没时间做给亲家朋友 有有有 还是会吗 过年啦 过年啦 他们都说要等过年 有没有教他们做 可是很奇怪啊 我也市场他们朋友 他们说你这么会做这么 生意这么好 我也教他们啊 你也要用教 因为好东西你要 言传下去 不要到你的手中就断了 对对对 可是他们做起来 他们就说 他们没得到像这样 摁起来几桌 哦 而且还会连盒子 第一个连盒子 第二个会变成一坨 对 这个其实真的是 也是需要技术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 我发觉你的个性 你会一直试 对 一直试 你也不是第一次就成功啊 我不是不是很多次 所以真的是 就是有一种 却而不舍的精神 不怕困难 对对 你越少能做过 成功率越小的 我越喜欢去做 哦 这就是传说中的古典 对不对 对 嗯 像目前这个状况呢 这样就 纯形 这样就是可以 啊 不我现在也不敢吃 因为 它会烫到你的心 所以是 你把它剪开 稍微剪开 我们来剪开一下 稍微用开一点 我们来用开一下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是个什么样子 好不好 好 好 来 像这样子的话呢 哎 哦 对 里面暖 一夹就开了 对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 对 哦 软软耶 好 千万别小看 真的没有冒烟 对 真的没有冒烟 所以 有小朋友 所以有小朋友跟老人家 要吃古典的时候 对啊 你看你现在都冒烟了 你像一同开就冒烟了 哇 你都看它冒烟 对 有看到吗 哎 真的烟 外酥内软 就像人家形容 宜蘭仁 外表看起来 好像凉凉的 其实内在呢 很热情 是不是 丹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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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说丹蓝色 丹蓝色 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希望大家 照这个比例 如果做失败没有关系 学师姐的精神 一事两事在事 你一定会成功 不要依赖别人靠自己 对不对 感恩师姐 感恩 素高渣 做法是将玉米粒打碎之后 和玉米酱 两碗水 少许的盐一起搅拌均匀 太白粉 面粉 用少许的玉米酱汁调晕之后 再倒回玉米酱中搅拌均匀 接着放入干锅中 用中火慢慢地搅拌 等滚了之后改用小火 继续搅拌至水分收干 成为绵糊状 起锅倒入模型中 待放凉之后切小块 并且沾上太白粉 放入油锅中 炸至金黄就可以了 你相信吗 它真的只有0.1公分 十三年前诞生于 蓝阳平原的宜兰饼 是号称全世界最薄的饼 当初就是说我父亲呢 他就是去拜访 外地拜访朋友嘛 那他就带了宜兰当地的民产 那没想到他的朋友呢 就跟他说 你下次人家客气啊 人来就好了 不用带伴手里 他觉得说 这牛舌饼点翘翘 就是不好吃 传统牛舌饼 它是比较厚的 那其实比较硬 那就是可能就是 并不是适合就是 比如说长者啊 或者是说小朋友 那他是希望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零嘴 那他希望就是说 零到99岁都可以使用 有别于传统牛舌饼的 厚实口感 刘老板独创的奶香宜兰饼 零点一公分的薄脆境界 让人不免好奇 他是怎么赶出来的 这个是新奶油味的 对 超薄的 一个巧件 不到三秒 就赶出这迷人的超薄宜兰饼了 看似简单的改面动作 可是一点也不能马虎哦 因为零点一公分的薄度 若稍不注意手劲与面团的状态 连经验老道的师傅 也可能会赶破 有时候面皮太斑了 还是放太久了 都会失败 失败的面团 就是要丢掉 皮跟线已经混在一起了 虽然现在的出货量大 但为了控管品质与口感 使用包线机让皮杆线更均匀 而改面方式 宜兰饼的男士依赖师傅的经验 坚持手工 那我们用人工感制的部分呢 就是说它的线 它会平均分散很均 因为有这个力道的关系 然后再来就是说 它的头尾因为是手工感制 所以它的头跟尾 其实会稍微比较厚一点 所以这样吃起来 其实比较有口感 那一般的店家 他们就都是用猪油跟机器 来制作的牛身 但它的口感并不是很好 改用天然奶油取代传统猪油 并且加入甜味较低 能够防止淀粉老化的天然海藻糖 让奶香宜兰饼呢 甜而不腻 口感更加减少人体的负担 脆脆的 然后又很香 有奶香味 很好吃 我比较喜欢吃这种脆的 这种比较薄 然后又脆 传统的太厚了 食物包 不许大盒 因为它好吃 你去送人吗 是是 因为它是客厂啊 喜欢这一家 很脆 很香 传统呢 有传统的那个味道 但是它这个比较薄 吃起来比较有味 还有这一位啦 来自彰化的民众啊 吃了七八年了 好吃到每年都还要再来买 他就觉得这家好吃啊 有个传购宅配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环境 是作为一个高饼的文化园区 就是希望就是来到这边的朋友呢 都可以一次满足 就是有玩有吃 然后也可以留下纪念 与时俱进的健康观念 搭配引人目光的创意 让零点一公分的饱吹好滋味 蜂蜜拳台之外呢 也带起了南洋高饼文化的观光产业 MING PAO CANADA